是有一個 就是你開門的時候 不管你要去哪裡 進去任何一個地方 你開門的時候 你要看你後方有沒有人 因為你不能就隨便放那個門 它就會 打到後面那個人 那你為什麼開門要那麼大力 沒有我們看西部片 他們的門都是那種 對 對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一定要等 然後我們 特別是為了女生 女生進去的時候 你要先打開讓他們進來 然後他們就會講一聲謝謝你 但現在你在台灣坐 那個阿嬤就看你 走進門的時候不客氣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大家在喝酒有沒有 像那個喝完酒的時候 譬如說 Justine派我倒酒的時候 台灣人不是這樣嗎 謝謝的意思嗎 謝謝 但是在日本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幹嘛我派你倒酒還這樣子 我以為是生氣還是快點倒酒 我想說台灣的杯子那麼小 快倒酒就倒出來啊 當然這樣 對 謝謝的意思嘛 所以我現在台灣 日本的朋友來台灣 看台灣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先跟他們說明 這個是很禮貌的謝謝的意思 我以為是開始說 快點 快點 我對日本人的話 滿沒有禮貌的 對 一開始我想這樣講 怎麼樣 這是韓國發明的是不是 對 韓國發明 我們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喔 對啊 這樣就是沒禮貌 就是你要跟他說謝謝 謝謝 我給你一杯這樣 台灣的一個 又好又壞 台灣的朋友 因為台灣人很有熱情 對外國人也是 對日本人也是嘛 所以就是有些人比如說 我在便利商店買東西 他知道我是日本人的話 他們說 謝謝 但是對我們日本人來的話 一個電眼看我講說 謝謝 一定要 這樣不好 謝謝 比如說他吃餐廳吃飯好了 那個店員跟你說 買單 買完單 就是你付了兩三千塊 那店員跟你說 那個感覺 謝謝 但是如果店員跟你說 謝謝 我們回答他說謝謝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個可以 所以就是看 是員工還是客人 所以你先講還是後講就對了 對 或是沒有 最好是兩個人說謝謝 就沒事了 所以什麼都可以加謝謝 什麼都可以嗎 我前幾天主持一個日本的 汽車的那個 算是一個表彰會 然後那個總裁就要下去 然後我要叫他請留步 我就是想 以後你應該 掛了對不對 對 你掛了 我是不是掛了 因為我一下來說 就有人跑過來跟我說 你要加淨語 什麼是加淨語 我不知道 所以 要有禮貌是要怎麼講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ございます 不行 這個可愛 OK OK ちょっと待って很美 不行 如果我們就是大家說 ちょっと待ってOK 但是就是第一次碰面 不管年紀大小 一定說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對 一定要講 要有加個淨語 對 那在印尼呢 印尼是 我有一個習慣 因為在印尼 不管是大你半歲或一歲 所以你都要稱哥哥姐姐 就比方說就是 只差半年也會叫小柔姐 這樣也要 對 一定要 半年也要叫小柔姐 對 所以我當時剛回台灣的時候 所有只要到我幾個月 我都叫姐跟哥 可是每個人都是看我就好像很 就很討厭我 然後隔了幾 就是幾年後我才發現 其實別人叫你姐哥 真的很想賞他巴掌 對 就覺得你又只差跟我同年紀 幹嘛叫 但你覺得是 對 然後就覺得你 或者是一定要叫年紀差不多十歲 就要開始叫阿姨叔叔 你不能叫阿姨 不是 對 我就好慘喔 真的 而且剛說到很多什麼 就是什麼 阿姨叔叔 就是比你大一點點的 疑慮都是姐姐 但是如果是新人剛入行 是必須要稱姐跟哥 然後比如說到熟了之後 麻煩哥跟姐這兩個字就拿掉了 對 我們也是 尤其是對韓國人 年紀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是比你小的話 我當然一定要跟你說禁語 然後不能 什麼都不可以比你先做 比如說握手 握手還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年紀比你大 你不能先跟我說要握手 握手不可以 一定要我跟你先握手 對 我要等你 這跟台灣是相反的吧 對啊 相反的嗎 看到長輩說 一定要先站起來 對啊 然後讓位置 然後打招呼 握手 所以有一句 我工作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台灣的男生 明明年紀比我小 但是他突然來我 然後握手這樣子 你好 金明哉這樣子 我覺得 如果我要給他握手這樣子 但是他先給我 一點點奇怪 奇怪的感覺 不可以這樣 對 但是我記得好像是韓國團體 在某一年在香港的 好像去年嘛 是跟劉德華 他們是一個頒獎鼎 然後劉德華頒獎給那個團體 然後那個團體接過來的時候 沒有正眼看劉德華 也沒有先握手 後來那個香港的影迷就生 其實說韓國人很不禮貌 但沒有想到其實韓國人的禮貌 是這個樣子的 他不能先伸手 因為他是比較曉得 我們要等 我們要等他 要等喔 對 所以以後大家不要誤會 他講的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因為 有時候如果你等 另外一個人來跟你握手的話 你要等很久 最好的方法就是 熱情來跟他打招呼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 金明在這個方式 不適用於費丹尼 你覺得他看起來是比你小嗎 比你大嗎 沒有 他比你小 比我小嗎 對啊 對啊 OK OK 好 好 好 是 還有啊 之前 我有跟我的台灣朋友 一起去停車站 但是他突然跟我說 那邊我有找位置 他馬上叫我下去站那個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個滿好笑的 因為台灣人那個捷運裡面 他們都是一直給別人 一直給老人那個坐 先坐 你先坐 你先坐這樣 但是台灣人都會停車位啊 他會馬上去 我跟你講 停車位 停車沒有多麼難找 對啊 對啊 而且你還是人過去站 有的車直接就臉過去 直接開過去 那要看哪裡 比如說你在東區看到停車位 你應該要哭 對 你應該要卸神 對 不一樣 這樣就不會吵架嗎 會啦 現在其實已經不能用人去站車位了 那有時候已經台灣人 就是台北人 對車位的需求到了已經 我常常沒有開車 我坐捷運出門 但是我看到東區有停車 我說 天位 對 趕快過去躺在那邊 對 我真的發現台灣人的那個 但是車評不好耶 真的 車評不好 真的不好 女生 很多台灣女生沒有刮 衣毛跟腳 對 我覺得 因為在我們國家 女生至少會刮這邊 也會刮腳 衣毛我可以理解 可是腳毛應該還好吧 不 還是不 不 我跟妳一個女生約會之前 我們去爬山 我就很喜歡爬山 然後夏天的時候天氣很好 我們到山上的時候 她就說 最近天氣好好夏天爛了 她一直這樣就不 知道嗎 她這樣是文藝青年不行嗎 不是 不是 她這邊像安佐的頭一樣耶 就爆頭啦 爆頭 太誇張了 對 嚇死人耶 這我不喜歡耶 不禮貌耶 請問一下各國的新男 對女生不刮一毛 這件事情非常的介意嗎 很介意的請舉 好 好 很久 존